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感謝大家的支持 沒想到我們潛艦系列 獲得這麼多朋友的回想 雖然做一集可能要花一整天的時間 整理資料跟剪輯 但在這個時候 但在此時此刻 已經有敵人對我們展開認知戰 所以這時候我們更不能鬆懈 所以也請大家支持 假如覺得我們這影片不錯的話 麻煩幫忙協助分享出去 那再強調一下 我這頻道並沒有盈利 我們單純是以自己的理念 跟自己的力量 來做對的事情 在前面幾集我們有提到 2000年到2008年 這時候是陳水扁先生擔任總統 可是當時的立法院生態是藍軍比較多人 所以是朝小野大的局面 所以三項軍購當中的潛艦 就在馬英九先生以及蘇琪先生的主導下 總共否決了69次 一直到2008年馬英九先生當選總統 而蘇琪先生擔任國安會秘書長 也為了要緩和兩岸關係 所以開始推動反對海軍採購潛艦 而此時美國國內的生態也改變 後來歐巴馬總統上台 美國也傾向不再出售台灣潛艦 而在台灣的軍方 以國防部的態度來講 當然認為從美國以軍售就是FNS的途徑來取得 一個完整設計的潛艦是最快速 而且是安全的一個做法 所以這中間台灣造船廠當然也有提供自己的評估 認為是具有製造潛艦的能力 現在再回頭來看 台船當時有點高估自己的能力 當時擔任國防部長的高華駐先生 他是陸軍的將領出身 所以他對潛艦這個案子本身的態度也是非常保留的 不過也由於台船一直從那時候努力到現在 我們才有機會看到IDS的下水 在2010年蘇琪先生去職之後 這整個案子才開始有所轉機 但也由向美國採購潛艦轉向為潛艦國造 所幸當年在這麼險惡的環境下 海軍裡面有一位陳永康上將 他是國際政治學者 在軍中被暱稱為國艦國造的舵手 他是駐外武官出身 是海軍掃艦的學者型將領 也是國艦國造最關鍵的規劃人 那他曾經擔任過駐美武官 也擔任過駐美採購團的船長 畢業於美國海軍戰爭學院 海軍近年的造艦計劃 包括潛艦國造 還有已經下水的駝江艦、玉山艦 這幾年的造艦案都是他在海軍司令任內的時候的重大艦案 讓我們看到海軍軍官 並沒有被以前的這些拉法業案 或者國內的政治勢力所影響到 他們打造世界級海軍的心願 不過這中間還得要感謝一位立法委員 就是林玉芳博士 雖然他是國民黨籍的 但是他真正以國家的角度在思考這整個案子 所以在藍軍一片的反對聲浪中 他是少數支持潛艦國造 還有海軍取得潛艦的重要人士 還有就是後來擔任海軍司令 以及參謀總長的黃曙光上將 這位出身潛艦部隊的將領 讓我們見識到真正以國家興亡為己任 為海軍開創未來 為海軍取得新潛艦的使命感 身體力行 不像某些前潛艦軍官 忘記身為潛艦官兵的榮譽 貶毅潛艦的價值 企圖轉移大家的注意力 還有國家的資源 到其他的微型突擊艇 甚至還有海軍退伍軍官 企圖阻止IDS這個案子的繼續推動 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還有這位是海軍的退伍軍官 郭喜博士 在潛艦國造的案子裡面 協助黃曙光上將 到世界各國尋找潛艦裝備 以及零件的商員 最大的轉機應該是2016年 蔡英文總統上台之後 以國家之力來支持潛艦國造 並拔著了黃曙光先生 擔任海軍司令 全力推動潛艦國造 當然對岸也沒有閒責 四處放話、恐嚇 反而引起了反效果 有的時候我還懷疑 他是不是暗中在幫助我們 睜著眼睛說瞎話 倒打一耙包藏破心 中國不是嚇大的 膽敢損害中國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小心眼睛被戳瞎 當然也包括正在收看影片的 由於我們大家也共識到 潛艦必須要早日取得 所以都給予潛艦國造最大的支持 另外還有台灣的產業界 在這麼多年的努力下 慢慢地具有一定的科技實力 所以原先以為必須從國外採購的 很多裝備及零件 沒想到在國內也找到有廠商可以生產 只是具有這些技術的廠商 原先並不知道自己的產品可以應用在潛艦上面 但我們光有決心是不夠的 當時美國的態度是 有關船體的部分必須要由我們自己想辦法取得 在其他的系統的部分他可以協助 所以海軍在2019年的時候 開始進行潛艦國造委託規劃的設計案絕標 那就是由郭喜博士的協助 找到了在英國直布羅陀的GL公司 那當然很多人在質疑這家公司的來歷 因為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就是檯面上所有可以生產製造潛艦的公司 其實都被勞共中國所鎖定 所以只要我們有人過去接觸 他們馬上就會派人去給他恐嚇 所以根本不會有公司敢跟台灣的代表接觸 所以潛艦小組就想到 請人家來教我們怎麼設計潛艦 就像漢翔會製造IDF 可是他也不是無中生有 他也是從早期跟諾斯洛普的合作 還有後來的通用動力 也就是現在的洛克希德馬丁的F16製造部門 的這些資深工程師的指導之下 才慢慢學會如何製造噴射教練機或噴射戰鬥機 所以根據歷年的資料這樣看起來 GL公司大概募集了超過八個國家以上的資深工程師 來指導我們如何設計潛艦 來解決了我們這個船體就是載台的部分的取得問題 而就在同一年2018年的4月 美國國務院緊接著公告行銷核准證 就是同意美國的公司協助我們的自治防禦潛艦 IDS的紅區裝備就是最主要 潛艦上面的作戰系統 聲納系統這些相關的紅區裝備 可以來向台灣的海軍進行說明 等於是對潛艦最重要的系統部分開啟綠燈 終於潛艦國造到這時候 起碼有八成以上的機會可以成功 當然我在這邊所講的過程已經經過精簡 詳細的資料大家可以參考維基百科 還有國喜博士成立的頻道 還有軍武狂人夢相關的網站上面 有更詳細的介紹 除了我們影片中提到的相關的人士及單位之外 其實還有海發中心 淡江大學陳文正教授 以及前海虎潛艦的艦長楊毅上校 還有更多的無名英雄 當然也有我們台船的同仁們 24小時三班次努力不懈的加緊趕工 更多的無名英雄協助了這個案子的順利推動 在此一併感謝 有前幾集的介紹我們就知道 潛艦潛艇這些最早的製造國 像美國、英國、日本、德國 這些國家他們製造潛艦潛艇的歷史 都已超過百年 所以累積出了很多的經驗以及法則 那為什麼要這麼嚴謹呢? 因為這一類的潛水器 它的危險性 對敵人的危害性大 其實對自己操作潛艦潛艇的人危害性更大 我們由最近的例子就可以知道 這是美國一家新創公司海洋之門 它所製造的泰坦號潛水器 可以搭載五個人 它主要的工作就是 帶遊客潛下去參觀鐵達尼號的殘海 但是這一家新創公司 它的CEO堅持要以新創的理念來製造這個潛水器 雖然事先已經有很多的機構 還有參與的人士 或者是潛艦的相關人士都已經提出警告 那當然意外遲早就會發生 潛艦假如出意外一般都是大事 因為大概潛艦很難幸免遇難 這是美國的 長尾沙號核子動力攻擊潛艦 在1963年4月10日進行海試 就是交船的時候的海試發生意外 導致全艦官兵129人罹難 這艘潛艦一直到1985年 在尋找鐵達尼號的時候 才被發現支離破碎的殘骸 這是前蘇聯的K-129 它是屬於Golf高爾夫級的 常規動力彈道飛彈潛艦 這是比較特殊的 就是柴油動力的彈道潛艦 它在1968年的8月3號 在夏威夷群島的附近被發現 沉沒在1390米的海底 至少造成80米以上的官兵殉職 這是美國的天蝎魚號核子攻擊潛艦 它在1968年的5月 在大西洋失蹤 後來美國海軍在大西洋的 亞素群島附近找到 那它在水深3000公尺的海床上面 發現了天蝎魚號的殘骸 根據現場的這些碎片判斷 可能是潛艦內部的魚雷發生爆炸 所以導致艦上將近100位官兵的殉職 這是前蘇聯的K-19 核子動力彈道潛艦 這個潛艦的故事有被拍成電影 在服役期間造成多名官兵的殉職 這是前蘇聯的共青團號核能動力的攻擊潛艦 而且很特殊的是 它是全艦採用鈦金屬製造的 那它的編號是K-278 那它在1989年的4月 在挪威的外海失火沉沒 船上有69名官兵 其中42名不幸遇難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潛艦 庫茨科號核能動力彈道潛艦 它是前蘇聯在冷戰時期所製造的 在2000年8月12日 在演習的時候發生爆炸 據說也是魚雷發生問題 造成全艦118人全部罹難 這一場災難也有拍成電影 當時甚至出動 英美等國的救難潛艦前往救援 仍然無功而返 這是對岸中國海軍的361號潛艦 這是屬於民警柴油動力的潛艦 這個事故發生在2003年4月16號 在山東半島附近進行訓練的時候 因為機械故障導致艦內的氧氣耗盡 所以全艦70多位的官兵全部遇難 這一艘是阿根廷的聖湖安號 就是差一點要出售給台灣的 德國所製造的209級潛艦 那它是在2017年的11月23日 在阿根廷附近的大西洋海域發生意外 不過發生意外的原因眾說紛紜啊 因為阿根廷長期以來缺乏經費 所以潛艦年久失修 這是印尼海軍德國製造的209型的 財電潛艦神儲號 在2021年的4月22日 在巴厘島的附近水域失蹤 艦上有53名官兵全艦殉職 我們開車子啊 車子10年就嫌非常非常的老了 但是我們海軍的潛艦官兵 到現在還要開著已經70幾歲 快80歲的兩艘阿公級的潛艦 還有另外海龍海虎 這兩艘也已經將近40年了 所以在這麼險惡的環境下 來捍衛我們的海疆 所以我們更應該全力支持潛艦國造 把這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能量 繼續延續下去 所以希望後續的預算能夠盡早編列 今天就先聊到這邊 下一集我們將繼續介紹潛艦國造 它的各個設備各個部位 船段所要面對的難題 好 掰掰